歡迎來到2013環蟲民島女子自行車賽 我是賽克林CM.com 張壽生 為您帶來今天的賽事講評 在經過昨天的賽段之後 今天是進入第二賽段 第二賽段為崇明工業園區盃 主要是崇溪賽段的部分 今天的天后是下雨 天區預報為終雨 開賽前就已經有給選手增加了下雨的考驗 我們來聽聽看昨天的單戰冠軍 Lucy Garner 她對於下雨的感覺 你來自英國 我來自英國 所以我對於下雨並沒有太多的感到困擾 所以我還會對於今天的氣溫 我覺得還蠻好的 我會全力發揮 我準備好了 除了Lucy Garner 之外 另外一位熱門選手就是 Bronzini 來自義大利的選手 你感覺像一個人 她表示今天希望能夠把昨天的失敗 扳回一層 所以希望有好運 其實她的狀態非常的好 我喜歡做我的跳 那麼在比賽開始之前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路線圖 今天的路線全程113.7公里 主要出發點跟起終點是同一個點 那麼今天的路線就會比較的多變化了 比較多的轉彎還有轉到一些小路 特別是通過重名特點明珠湖 那麼同樣有兩個衝刺點 那麼最後回到同樣的起點這邊做一個衝刺 整個路線是平坦 可以看到這個衝刺點的分布算是相當的平均 那麼比賽準備就位要開始了 那麼在重成績方面 其實昨天的Lucy Garner 跟總成績第二名的Huskin 其實兩個人在總成績上面只有一秒的差距 所以今天來講在戰術上 對兩個選手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麼特別是這個 中間的差距會透過這個搶分點來做到改變 因為這個搶分點會有減秒的獎勵 可以看到選手在前段也是速度相當的快 比說速度要高很多 那麼前方橘色車衣布尼爾隊在這邊布局 想要來衝一下 主要是衝刺點快要到了 第一衝刺點可以看到綠山 Huskin 綠山在左邊相當的賣力 不過這個衝刺點還是由Edmondson拿下第一 但是Huskin得到第二 除了有綠山積分之外 還有減秒 減秒減兩秒 所以目前在這個戰況上 Huskin已經成為虛擬的黃山了 那麼賽程繼續進行 所以車隊也不斷的嘗試進攻 包括義大利粉紅隊 還有看到其他的車手 現在看到平均的速度 超過時速50 那麼準備要進入第二衝刺點 可以看到綠山又出現了 Huskin在這邊是否能夠拿下這個點呢 他在這邊排在第二位 Edmondson來自澳大利亞綠任隊的 還是連續兩個點都拿下第一 所以這個最後要精算 因為拿下第一可以減3秒 那麼目前看來這個綠任隊 機會好像很大 進入最後10公里了 主要是要幫助隊友 Edmondson如果在終點衝刺 可以拿到好的成績 終點還有更多的減秒 10秒、6秒、4秒的減秒 可以看到現在綠任車隊在前面佈局 但是綠山僅僅守在第三個位置 那麼後面則是Bronzini Bronzini排在第四個位置 Bronzini跟住 這個Huskin Huskin最後發動進攻最後100米 可以看到正面 這個Bronzini從右邊超出 超出拿下這個單戰冠軍 來自意大利的全世界冠軍 拿下這個單戰冠軍 我們來看成績 Bronzini果然復仇成功 而Huskin排在第二位 說明早上的勝利 你明白了 賽後Bronzini表示 其實我這兩天的狀態很好 今天隊友全力掩護 我必須要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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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最佳亞洲車手 則是由同樣是韓國的金恩喜 金恩喜今天單戰排在第12位 那麼亞洲的部分 雕小娟來自香港的排在第18位 所以加重起來還是由金恩喜 穿上這個領先的藍衫 那麼今天表現最亮眼的Huskin Huskin雖然從昨天算起來 其實一直排在第二位 每個衝刺點 今天每個衝刺點都拿下第二 連終點都拿下第二 繼續保有他的綠衫 不過Huskin的努力 可以讓這個綠衫變成黃衫 因為透過減秒 他現在的總成績 是用時最短的選手 所以穿上了黃衫 暫時距離領先地位 擠下了Lucy Garner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戰賽段之後的總成績排名 Huskin排在第一 那麼Edmondson排在第二 落後只有四秒 Lucy Garner則排在第三 那麼明天將是決定性的一戰 我們拭目以待 他更是能量